大家注意看 這個男主角叫做絲絲小可愛 有定義庫拼到的人所 實在是很久有夠可憐的啦 沒有出一外的位 馬上就要出一外囉 大家實在是太嚮嚕 都還沒聽起來 我在這裡拜託大家聽起來 裡面會固定update 一部還有一部的精華 好啊 這期的影片就要開始囉 封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喔 我以為你說321欸 你說3然後按下去 很好吃欸 我要等21沒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你要賣多少 現在已經準備歡慶過年了 還在你要賣多少 現在應該要你要包多少吧 你要包多少 我培養休假情緒 還叫我高車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這個 2015年的Artist 好不好 能見度很高 我還沒講 剛剛開場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猜出來有什麼車了 路上太多了嘛 對 這國民第一神車 今天泰山跟我有搭呢 那第二呢 蛤 我先考考你 等一下 我先考考你 有一個雙胞胎 弟弟 他的名字叫第一 第一 比如說他姓李 李第一 請問一下他哥哥叫什麼 老二叫第一哦 老二叫第一 蛤 老大叫 老大叫什麼 李先上 蛤 李先上 不是 不是 李先上喔 嗯 不是好不好 再怎麼樣 李先出 他先出來的啊 不是 叫李安全 為什麼叫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對啊 不知道吧 你剛才要求什麼 第二身車是什麼 第二身車 李先上 說真的沒有數數量 以數量的見度來看 第二名會是什麼 Raffle 我以為你在說同期車 我是在說計程車 我覺得路上 Focus馬山都蠻多的 Focus 同期車來講的話 同期車是Focus吧 算吧 也沒什麼人打了 車頭漆還蠻漂亮的吧 對 開中名義破體了好不好 這一台呢 又來了 當過計程車 又是計程車 不是 我 還沒買 我們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我不是在專門收這個的 你知道 我們前面拍了那麼多集 什麼計程車改回來的 好像沒有哭過直接謊的 對啊 你知道大家看的那個計程車 都來問我 我拒絕就好多了 所以他在訊息的時候 問我的時候 我也說 不好意思 可能你也是看了節目 我們也是沒有收計程車 他說 小資哥 可是我們這個跑12萬公里 我說好你來 什麼時候有空 這很划算好不好 我最喜歡這種的 就是他雖然有下過海 但時間很短 只是暑假打工 類似那種感覺啊 我這樣就不算了 這樣還OK 不是不算 也算 但還OK吧 訓練一下 本職學能嘛 本職學能是什麼 你說車子嗎 不是 現在黃標很嚴耶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講難聽一點 來來來來 我每次都想要弄人家的車 講實在話啦 你馬子去打過工 沒跟你講 你也不曉得啦 搞不好大學某一年 寒暑假稍微打個工 他不跟你講 你是知道喔 我是不知道啦 我去打工他也不會知道 像 像也很多人流傳說什麼安心 不是 安心上路的話啊 哈哈哈哈 要小心開車 沒有啦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短期打工 其實不講你也不知道啊 對 所以這一樣意思嘛 它本質還是好的嘛 可能你晚上跟他恩愛的時候 他也要假裝他很笨拙 那是什麼 哈哈哈哈 欸你看 喔 肚子好痛喔 要 要哭車了喔 要哭車了 好啦 欸 說明一下啦 這個今天開裝名義破題 我還是要在這邊宣傳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唉唷 夭壽喔 欸 泰山 這一陣子日本解禁了 我看好多YouTuber同業都跑去日本玩 還順便拍片 還有一點點興趣 衝了啊 反正大家都悶了那麼久對不對 我先看一下飯店 喔 夭壽喔 跪一刀 嚇死人耶 怎麼這麼貴 沒關係 你有這支東西 欸 欸 啊 我都忘記了 我們還有Surfshark VPN 可以幫忙喔 當你遇到想要購買機票 或是預訂住宿 想要省點錢的情況 這時候 Surfshark VPN 就非常值得我們來使用 不知道了吧 那麼為什麼跨區 可以查到不一樣的價格呢 第一 地點不同 所以價格也不同 出現在你手機上的飯店價格 很可能因為地點不同 而有不同的數字 第二 網站會追蹤你的瀏覽紀錄 當網站發現你不斷的在搜尋同一個項目 他們很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會提高飯店的價格 因為他們知道 你現在有需求 所以會趁機 都可以排到價格喔 第三 活動期間的折扣 如果你發現 某一個國家的優惠活動 那麼你就應該毫不猶豫的利用 Surfshark VPN 轉移IP位置到其他國家 透過這個方式來 獲得更棒的優惠 這三點 對於不常出國的人來說 就會是一個新的省錢消 喔 不過你要知道的是 Surfshark VPN的優勢 不只如此喔 它還有以下這些優點 60個國家有著3200多個連接點 無論去到哪裡 都可以找到滿足您需求的伺服器 均用極加密 模糊處理你所有的數據 所有查看者均無法讀取你的任何內容 可以使用於Netflix HBO等串流服務 輕鬆跨區觀看 輕鬆訪問解鎖串流平台 Cleanweb 自動阻止超過100萬個已知惡意的網站 網路釣魚還有其他方式其他微信 30天內保證退款任何人均可以適用 Surfshark所提供的功能 無限數量的裝置使用 只要有一組帳號密碼 家裡的親朋好友裝置均可以使用 一次性同時保護所有的設備 Yeah 現在輸入下列的網址 訂購Surfshark 或者是在官網購買時輸入優惠碼 SSCAR 就可以獲得小師汽車粉絲的專屬優惠喔 1.7折的特別優惠 如果訂購2年的單案 還可以免費延長3個月呢 不想輸入的朋友也可以參照下方的資訊欄 點擊連結 用我們的專屬優惠連結直接處理下去啦 GunSurfshark VPN的贊助 讚喔 OK 出國了 Yeah 開頭還是要跟觀眾朋友宣導一下 我們不是專門在收計程車的 那什麼多元計程車什麼那個 我們真的沒有在收 我其實是拒絕叫非常多非常多 我本來一開始我也是拒絕它的 然後它跟我說 可是真的一手車只有跑12萬公里 我說好吧 那來試試看 因為一定有價差嘛 對 對不對 我們之前跟觀眾朋友宣導過很多次 計程車 事故車 多元計程車 泡水車 調表車 那個都不是不能買 只是在於說有沒有價差 賣家有沒有在賣的時候告訴你 車礦好不好 對不對 一分錢一分貨嘛 我們的訴求是這個 不是說計程車就不能買喔 就要去報廢 不是 再宣導一下它標都開來 車礦好的可以 暑假打工那個我OK 沒有吞到很痛的那種 那我們還OK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來帶大家先看一下這一台 15年的Artist 它這個應該基本款的啦 會去買計程車開的 一定都不會買等級太高的 因為它主要是要賺錢 車殼長得一樣就好了 配備無所謂 看一下外觀先 來來來來來 這有擦桑齁 有了 再尋一下齁 我剛剛用到它 它該不會連電折都沒有吧 我等一下看一下 我剛剛用到它 它不是就跑掉了 對啊 喔 這裡有一條耶 很明顯 對啊 有一條 啊 點擊機出來 永遠看起來車是漂亮的 好 來來來來繼續齁 欸 我覺得稍微老花眼 都看無聲會清楚了 要怎麼辦 我現在孤車很容易中槍會不會 沒有 後保險沒有 真的喔 這個灰塵而已 對 有啦 這裡有錢 喔 這裡 這裡你沒看 欸 幹 真的耶 喔 這裡有一個 你把Q卡好喔 啊 這裡有一個 稍微裂裂的 欸 這裡也有啊 這裂更大 靠腰啊 下面 下面裂更大 這裡有 對啊 好 沒了 欸 我先看一下好了 我先看一下內裝好了 欸 來 你拍 這個內裝 跟你說計程車你相信 啊 計程車搞不好 後座比較差 我還講 欸 它連那個都還沒吃耶 真的 真的一手車耶 民國104年 他們買新車一手車 然後領計程車牌 爸爸 然後兩年 爸爸都沒什麼在開 兩年後就改回自用到現在 五年啦 五年多都自用了 好 看一下後座 爸爸既然沒有認真開後座應該 欸 你看 這跟你說計程車你要新 你看那個椅面 好像新的耶 對啊 好新喔 那我們就看它的引擎室吧 欸 膠軟的耶 這按下去會軟軟的 然後頂一身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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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膠從打過 對 我看一下 欸 你看它螺絲有拆啊 對啊 拆過啊 很小 這蓋子應該有換過啦 嗯 欸 你看喔 它這一袋啊 竟然是斜斜的 看起來還蠻好像撞到 對啊 嚇到 翻開的時候嚇到 不過你看它這燈換過了 等一下 這副廠的燈 這裡 這裡兩顆都換過了 所以這應該是造成 引擎蓋換掉那一次的 事故產生的 我看這葉子板 螺絲有拆 我看一下葉子板有沒有換過 應該是沒有換過 我看另外一邊 你看它現在這個設計 它大燈延伸到很後面 所以你要撞到要換這個葉子板 基本上很大力 要不然基本上 如果是前面稍微吐到的話 比如說吐到這個水箱架之前 這個事情就不太用換 也是有調整過啦 兩邊兩塊葉子板有調整過 這個沒拆啊 沒換啊 這顆就沒拆啊 對啊 沒換 那另外一邊有拆嗎 搞不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你看它 麥朱沒好 我本來想說 當作兩塊都換過就好了嘛 哈哈哈哈 有 這個就有啦 這顆螺絲就是有拆了 它有 對不對 這邊有那個花盒 好 那我們就斷定了 就是引擎蓋有換 兩顆大燈有換掉 水箱架OK 怎麼判斷水箱架OK 是不是 來 你看這個漆的顏色 水箱架漆的顏色 跟這邊漆的顏色 像不像同直期的 好 就這麼簡單 這樣就可以判斷說 水箱架有沒有噴過漆 基本上水箱架這個框架沒有的話 剩下的就是外表 然後我們剛剛講這一塊有換過 其實這一塊你說有換 我覺得它的漆也是原來的 我覺得這一塊好像也沒有換 好啦 沒關係啦 好 最後抉擇 判斷 調整 換大燈 兩個換引擎蓋 結案 引擎要看嗎 好啦 看一下好了 都來了 乾巴巴 看後面 好 我摸這個縫 好 乾巴巴 OK 國民神車跑12萬漏油 好 水路我看一下 水也在合理的範圍 擦車油 OK 好 OK 接下來看車側 門 可是我覺得你看它這沒有瓢啊 我現在想一想 你看 剛剛兩個葉子板跟引擎蓋都沒有瓢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當作它換掉 那有可能是在調整烤漆的時候撕掉了 你看這瓢也在啊 這個瓢也在啊 好 我拉一下後車廂看 哎呦 怎麼會有造車影像 因為我看這有點年份的 都生鏽了 應該不是行車記錄器吧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好 後車廂看一下 一般前面撞到 我想說會不會是夾心筆 哎沒有 漂亮 工具也都連用都沒用過 你看工具包 看起來就是沒用過 水 OK 但是你看喔 這很明顯都有烤漆過的痕跡 你看這貼紙貼在這裡 超明顯 對啊有沒有超明顯 手一摸就摸到了 這樣摸 阿柯很喜歡這樣摸 他門打開有沒有 他都會這樣摸 我摸到了 你看這裡 這裡的條線有沒有看到 所以阿柯很喜歡開門在這邊摸這邊 你看很多車行 老車行在孤車啊 門打開就會在ABC柱這邊這樣摸 你想說他在收什麼 他在收這個縫 貼紙橫 烤漆貼紙橫的縫 B柱這裡也有啊 就這樣摸啊 然後這裡又摸到了啊 你看 這裡 對啊 超明顯的啊 你手一摸就摸出來啊 你這樣摸 你像我這樣跑 有沒有摸到一條線 看小師長姿勢 以後去看車專業一點 門打開手就這樣 摸這個夾角 這樣摸 有一些比較車行的菜鳥還不懂 真的啦 這個都老車划 那個才會這樣摸啊 老車飯才會這樣摸啊 烤過一定會有 烤過一定會有痕啊 除非它噴噴噴噴到裡面來 屌子拆掉 沒有很少人這樣噴啦 除非我們那種緊繃花很多錢 改設的才會全膠條拆 膠條拆下來 我們那個烤漆場把紙塞到這裡面 黏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一次噴都噴到這裡來 我們的改色有沒有 改黃色失敗的作品嘛 那一種的 他們都是這樣噴的 可是我跟你講正常 國民車不會花這個錢跟工具 貼紙貼到那麼裡面 板件就如剛剛所示 誒 誒 誒 你自己騎了嗎 誒 厲害誒 這是前後鏡頭啊 好像是誒 這好像是後鏡頭 對啦 這後鏡頭嘛 那它倒档會不會騎到後 誒會誒 哇 好小的倒車顯影喔 誒 誒你看那麼小啊 好可愛喔 真的啦 那個是好的 我還以為拆掉了 好啊 這當初已經醉陽春了 這裡只有一個控制音響的而已 跑11萬6千公里 誒有電折啦 我剛剛說不知道有沒有電折對不對 我折看看 喔有喔 都折囉 有沒有 嗯 那時候還沒有配備自動偷燈 我那個年代改車 最喜歡把這個燈泡都改成這種 藍色啊 還是紅色的冷光 LED有沒有 你看它這個連燈都是有沒有 現在啊 回頭來看這個藍色燈嗎 看起來好廉價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覺得 我忘記了 你沒有經過 經歷過那段時間 有啦 你有經歷過改車的時期 我現在 真的 你是現在 我說年輕的時候呢 我現在沒有 那你年輕的時候要幹嘛 寒暑假打工 短期打工 對 哈哈哈哈 喔它這個還有CD欸 現在CD越來越難找了 喔這台主機啊 喔你這樣燈照下去 我才發現它有這種蛇皮的那個 鱗片的紋路呢 我都不曉得 啊這個當初就最陽春 你看人家有什麼它都沒有 都直接是蓋子蓋起來而已 對啊 好啊你看人家是五件全滿 我是五件全公 全公 哈哈哈哈 好全部都是試蓋而已喔 這邊也都什麼定住什麼都沒有 基本雙安全氣囊 欸而且人家原廠保養欸 你說它沒什麼也一疊欸 欸可是這是原廠嗎 這單子不是原廠的啊 靠腰 欸維修工單全部都留著欸 來來來來 我來看幾家artist要開啥好不好 欸這111年不是最近的嗎 我先從最後的 欸其實還蠻多的欸 怎麼要花那麼多 好107年8月跑6萬 喔那時候已經改回來了欸 這不能唬爛的 107年8月嘛保養嘛 artist那時候跑6萬2500 它是104年的車嘛民國 所以107年是3年嘛 跑6萬 以計程車來講真的不多 但有稍多嘛 1年2萬嘛對不對 那時候就坐機油更換 開2千 欸所以這個歷程就很清楚了嘛 它沒有虎我們 真的是開2年就改回來了 106年的4月跑3萬9 換來令片 備註 賽車 換賽車來令片重開笑 哈哈哈哈 啊這是賽車嗎 這兩個字是賽車嗎 這什麼車 這什麼字 幹 你也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唯一能夠理解就是賽車 對啊好啦 換競技型來令片好不好 我們當作這樣 106年8月跑4萬 也是換機油 欸所以真的人家很乖 在保養 107年來了 5萬7 也是機油 換了電瓶了 怕片長不夠 我一個一個念 哈哈哈哈 107年11月換變速箱油 再來 107年12月跑6萬多 機油空氣濾芯 安裝胎壓偵測 要不換胎壓偵測啊 好108年跑7萬 喔又是機油空氣芯 欸你看這真的很省 2300塊 空氣芯350 108年9月機油 行車記錄器一台4千 那天花了6千 哈哈哈哈 泰山你有一次進場 是低於3千的嗎 沒有 哈哈哈哈 109年又換電瓶了啦 107年電瓶109年就破壞了啦 哈哈哈哈 好 電瓶2千 110年跑10萬了 我看換了什麼 機油 一軟是機油跟輪胎對調 也是2千多 110年 欸花比較多了喔 這次花5千喔 跑10萬3千喔 換了火星塞空氣氫煞車油 自動變速箱油 也花了5千多欸 好再來就沒啦 110年5月又是 換了輪胎4條 我在想他怎麼都沒換輪胎了 所以111年終於換輪胎了欸 跑10萬8千9的時候換輪胎了 所以現在車上的輪胎 等於只跑8千公里而已 欸真的超清楚的欸 我跟你講 我先跟他處理一下看價錢 到時候這回來 我跟你講 影片一出約一大堆人在問 這車那麼划算誰不買 欸這個比自用車還要齊全了欸 但是有一個重點 他已經跑11萬多 他應該沒有做過大保養 水棒浦那些我沒有看到膽子 如果有買的話我們可能就要換 這比自用還要哪 我看這個 疫情就是爸爸的年 欸不要把他弄出來欸 我看這是什麼 找到他領牌的那個牌燈了欸 106年5月改回來了 當初驗車 可是你拍 已經變灰色了啊 牌我們把它遮起來 這邊啊 106年5月改回來了 所以真的是兩年整 結束 那他資料很清潔 資料很清潔喔 可是因為他這個是陽春版的 你看他這個就顯得 全部都是塑膠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塑膠味就很重 塑膠味你知道嗎 你來去韓國走的路 欸 走一走 欸 喔 哪來的塑膠味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打被炎上 不要打被炎上 不行 好啦 那這個我們理一下 整理一下 2015年的這個陽春版的Artist 我覺得應該在30萬左右 計程車應該是要少個8到12萬嘛 之前影片都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短期打工也要扣那麼多 寒暑假打工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 這不是寒暑假打工的問題啊 這有留紀錄的 你知道嗎 比如說假設啦 這個銀行可以貸30萬 結果銀行一查 你這個車有當過計程車 所以他可能只見你7成8成 那人家買車貸款可以貸30 你只能貸21 24 好 比如說 對啊 留紀錄 欸 你要帶母 你去戶政事務所定期 我們要登記結婚 人員弄一弄 資料打打打打打 欸 先生 不好意思喔 這要跟你講一下 你太太19歲那一年 曾經含暑假打工過 哈哈哈哈哈哈 戶政事務所會計程車的嗎 沒有 我只是說假設有紀錄 不是就很硬了 喔 對對對對 對不對 欸 說不定不是女生啊 他飄飄飄飄 欸 新娘 你這個新娘之前 在街霸上班喔 要跟你講一下喔 比如說嘛 對不對 有紀錄才麻煩 沒紀錄 那不講都沒事情啊 我剛剛在開門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他這個葉子板應該是沒有換 他這個瓢啊 被噴漆噴黑了 嗯 兩邊其實都還有 所以只有換過引擎蓋而已 而且啊 我剛剛有發現 他其實前面這邊沒弄好 有沒有 叫我切花皂尖 你看這邊手指可以插進去 這邊都延伸出來 這有一個斷叉啊 本來應該在這嘛 嗯 應該是平的 有沒有 它有一個斷叉啊 看那邊 這個引擎蓋喔 當初可能調整沒有 沒有調整好 你看 這邊就沒有了 這邊是平的 那邊引擎蓋 合不出來 合不出來 還可以 手還可以進去 好啦 那整理一下啦 30萬齁 差8到12 假設10萬好了啦 20嘛 然後20又大保養還沒做 回來還要做個大保養 再加上換車頭撞過 我覺得應該是在15到20萬啦 但是20萬我是覺得好像有點高 沒關係啊 我先去了解一下客人的狀況這樣 好不好 再回來跟大家報告 欸 輪胎看一下 沒意外 它那時候應該用8000而已嘛 所以 對啊 二二年的啊 四輪應該都二二年的 那就15萬到20萬 我們的努力範圍 那客人還不知道要怎麼賣 先去跟客人處理一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欸 它這個還跳 哎呦 這三小喔 我現在才看到 有沒有 好 剛剛有跟客人了解了 已辜了 快吧 我本來是想要拖一下時間 可是這一集沒有辦法來來去去 我跟他說在15到20 他說我打電話問一下我爸爸 因為本來是爸爸的車 他交接 然後講一講 他16可不可以 我說好 好乾脆 爸爸說16 我說好 我不知道是他們計程車行姑姑 我就不曉得 據我所知有一些計程車行 其實姑姑計程車也是蠻狠的 好 所以這台車就已姑了 我可以坐了吧 可以 可以坐 載車真的很划算 我如果周圍有親朋好友 要買代步車 我第一首推就這台車 這很會合的 那真的寒暑車短期的 鑽子多好用 你知道嗎 你笑什麼 我說車子你在想什麼 車很好用 車很好用 對 那都訓練過了 人家幫你訓車訓好了 對 今天這個2015年的Artist 我們回來應該還是要整理一下 我們應該16萬烤漆 然後大保養 然後眼睛蓋喬一下 弄一弄 其實 我們的成本應該也不會超過20萬 那這個車應該是要賣20幾萬 怎樣 你怎樣 很黑嗎 你知道1月份 我們只有上班 一半的時間而已 房東會不會收我一半的房租 你告訴我 房東就差沒有來跟我講說 叫我包個紅包給他而已 就差沒有這樣而已 欸吃銅吃鐵吃阿路米 你不知道嗎 欸這額是怎麼做怎麼做 每年到了這個時間 你們過年如果有看尾牙的影片 發了那麼多錢出去 房東也要那麼多錢也要給他 結果我只能賣一半日期的車子而已 請問試問這樣加減乘除下來 小師還得多少錢 你這樣算起來有可能賺錢嗎 這虧到靠北好不好 當過兩年計程車 暑期打工 欸這已經不是暑期了 兩年不算暑期了耶 二季 二季喔 已經 對啊已經上過二季了耶 這個是真的有做過兩年 只是說他沒有很認真做 對啦 對啦 這樣講我覺得比較合理啦 對就是他雖然整個時間是兩年 但是其實他有去上班的時間 是比較短的啦 這樣聽起來就為了要一心向學 只好去短期打工 就類似這樣啦 到時候等我們整理好的話 上架一定是二十幾萬 不要私訊我拜託 我覺得私訊一定如雪片般飛啦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真的周遭 如果有親朋好友要 我一定是第一優先處理 如果沒有的話 整理出來一定也是二十幾萬 這個要幫小師補貼一下 這個新年的紅包錢好不好 喜歡民間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欸 福玉啦 真的 真的啦 不跟你講你也不知道 對 對 沒說沒說 對啊 你要不要去護政事務所查一下 你馬子 哈哈哈哈 比較查我就比較快 查你的 你自己做過什麼 你不知道你還要查 忘記 哈哈哈哈 下周見啦 下周見啦 有一個客人來 欸 小師你好 我就點頭你好 我說小師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憂鬱 我說每天看這些畜生 你不憂鬱才有鬼 哈哈哈哈 我說畜生是車 你覺得我在說你嗎 沒有 哈哈哈哈 我說每天看那麼多車 你不憂鬱才有鬼 他說 你看你在影片都很歡樂 我說 你看我多可憐 我明明就很憂鬱 我還要苦衷作樂 給觀眾朋友看 所以記得超級感謝 點一下贊助一下 1月份的小師 要不然那個農曆年過 Porsche要交車怎麼夠錢 哈哈哈哈 全台玩家最推薦的娛樂城 立即下載聚報Online